从今年开始 斯诺克组每年会有三十个名额 送到英国封闭集训 那里是项目发源地 无论是文化氛围 还是训练方式 都是最好最前沿的 过去都是 明星选手自飞训练 从现在开始 我想把这个当作一项福利 推广出去 听懂我 花钱卖 第二个 我想臣办新的赛事 先从这个城市开始 还是要花钱 很会抓重点 听错 承办比赛这件事 不是什么小事情 经常会有赞助商撤资 在比赛前直接消失 既然你想承办 那肯定不是一届两届 这么简单 你想扩大这个行业的影响力 确实要从比赛开始吸引大众 但同样你要考虑到 这个赞助商撤资的风险 换句话讲 这不就我们自己花钱吗 所以我们至少 要准备一个小金库 来作为支撑 既然都听懂了 那我直接说第三个了 我准备系统打造我们的明星球员 和明星教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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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球员